大家好,我是小月妈妈 这盆蒜黄种了一个月才长起来 之前天气太热一直没出苗 蒜黄用来煎鸡蛋或者是炒鸡蛋都特别好吃 一到冬天我就会种一些 这一盆没有完全制作阳光 所以长起来还是有点绿 不过还是吃起来特别好吃,特别嫩 口感的话跟酒黄差不多 酒黄的话自己比较难种 还是种蒜黄比较容易一些 种一次的话最起码可以收割三到四次 像现在的天气大概半个月就可以采摘一次 蒜头要选这种又大的又好 这样长出来的蒜黄才会粗壮一点 把大蒜剥成这样子就可以开始种了 我那些小盆子都是用来种草莓了 现在用这个油桶种 油桶边上是打了几排孔 上面稍微盖一层土 再浇点水上去 水也不用浇的太多 盖好四五天浇一次就可以 这盖好不要让见到阳光 还剩两颗蒜 把它插种在这些菜中间 大蒜的话一般不长虫 可以起到七杆虫子的作用 你们吃过蒜黄吗 我觉得挺好吃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种一下 特别简单 像现在的天气也长得特别快 种下去半个月就是一道菜 还可以联系收割几次 像九黄的话 这边卖到也要十多块钱一斤 蒜黄倒没有看到有卖的